再来看一位老先生 他的爱心温度一点也不输给现在的天气 独居的79岁老荣民吕正成 平常省吃俭用默默行善 不但每个月固定捐钱给儿福基金会 今天他更将一生的积蓄820万元 和名下的三间房子全都捐了出来 他说自己生活简单用不到这么多钱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 提供他们学费和奖学金 墙上一张张相片 都是和老荣民吕正成非亲非故的小朋友 但他们都得到了吕伯伯慷慨的捐赠 获得学费的补助和奖学金 我现在有了 吕伯说的爱心情人 不想提醒一下 现在吕伯将会认证就是不孝顺的母亲 谢谢大家 学费给他们奖学金 如果给的话给他们一半 如果他们钱再不够的话 就叫他们写接条 接另外一半 至于还不还呢 我说没有关系 有他自己 年近80的吕正成 民国52年退役后 就在台北荣民医院担任技术员 77岁从职场退休 因为自幼失青 对于荣民遗孤非常能感同身受 所以把自己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 捐赠给台北市荣福处清寒遗孤 三间房产也捐给了创世基金会 我那个820万是捐给辅导会 辅导会那个就是好像是孤儿这样子 就是说也是世青的孤儿 那补助他们 我希望是补助他们的学费 所以吕伯伯她所有的爱心 不只是在我们农民农眷这一块 而是在社会整体这一块都有 看起来有点严肃 不过吕伯伯笑起来像个孩子 天真无邪 她无私奉献的真心 让自己内心快乐 也赋予这笔捐赠更多意义 联合影音 林云 蔡清盈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蔡清盈